秦大哥说烤羊腿想要做好吃 首先在腌制环节就大有说道 先制作后改刀是秦大哥烤羊腿的要义 用竹签给羊腿扎孔便于入味 接着就要请出一位大家伙了 表层上漆的木雷波 材质轻便又不易渗水 是导香料的利器 将十多种调味料和斑鸠菜翻十六 一起丢入锅中 冲倒成泥 真没想到 捣碎后的斑鸠菜汁水大量溢出 一股微苦的清香慢慢释放 再配上翻十六的甜香 给干燥的香料增添了不可取代的奇香 而秦大哥接下来的操作又让人看不懂了 咸盐调味 自然增香 咸盐调味 自然增香 把所有的羊腿在调味之中反复揉搓大家速入味 在调味汁的浸泡下 既能达到深层入味的效果 还能保证羊腿肉 吸饱汤汁 防止烤干烤柴 将羊腿的正反两面 分别腌制半小时 就到了与炭火亲密接触的时刻 来了 羊腿进烤炉 对 对 这就是那个烤炉 羊腿焖烤 一个半小时才能出炉 秦大哥还要揭晓他的神秘战料 拔刀 摇过 有点焦黄色了 对对 这是花生 所有的这些都是炒过的 必须炒 你不炒的话它不香 这个就多了 瓜子仁 黄豆 腰果 花生和瓜子仁 油脂含量极高 炒香后失去大量水分 油香更为显著 将它们彻底捣碎 就是秦大哥家的万能烧烤蘸料 而一旁的羊腿经过烤炉 一个半小时的热力助攻 呈现出枣红色的色泽 植物的清香愈发浓厚 再配上香料的醇香 羊肉的鲜香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刚出炉的羊腿香味诱人 秦大哥说现在还不能吃 想要保证羊腿足够细嫩 还差一道关键步骤 你看了我们这个刀就是去筋 去筋 对我们把筋要划断 吃起它在顺口 里面的羊腿同样是包子了 汁还在里面 香味都还在里面 羊腿的筋既难切又难嚼 秦大哥总会把它们切成小段 刷上秘制卤汁 再烤十分钟 一条完美的烤羊腿 才能上桌 把家乡物产 与羊腿肉巧妙连结 注重烹饪的每一处细节 也许这就是秦大哥的烤羊腿 大受欢迎的独门秘诀